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做一道沙汤 原材料有鸡丝,木耳丝,鸡汤,华生碎,柏叶丝,也叫千丈丝 两个母鸡刚下的蛋,香菜末和葱花,湿定粉 一切准备就绪 先将鸡汤倒入锅中 接下来放入鸡丝,木耳丝和千丈丝 然后用大火烧开 烧开后放入盐和味精 再撒入胡椒粉 接下来用湿定粉勾芡 勾成这样的浓度就可以了 汤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搅散 放入葱花和香菜末 这时候将割好茜的汤倒入碗中 一定要在沸腾的状态下倒入 用热汤烫熟鸡蛋液 待蛋液稍微凝固后 用勺子轻轻地搅动 使蛋液成熟 而且均匀地混合在一起 淋入芝麻香油 再撒入花生碎 鲜香滑嫩 夹杂着花生碎口齿溜香 喜欢就赶紧收藏吧